人行道上正在開挖 進行養護工程 本來停在停車格內的機車 全部移到後方 車主回來牽車卻傻眼了 好端端停在車格內 卻收到微停舉發單 地點在國光客運 台中草馬站正對面 我原本就沒有停在這邊 我是被移過來了 我反而被開單 我覺得蠻超過的 車主氣到在臉書發文 說自己上班都會把車 停在停車格裡 三到五天 這次回來卻發現機車被移動了 還被開罰單 報警處理 警方說沒有監視器 不知道是誰移的車 打電話給工程單位 又推給警方說有告知 27號前停車的都不要開單 不只是不爽啦 甚至是百般的無奈 警方也有說 現在這些開單的全部都要取消 因為就是 你不知道他們是哪時候停的 就是有爭議啦 工程人員懷疑是檢舉達人告發 警方才不得不來開單 加上沒有監視器 舉證不應 車主超冤枉 幸好轄區警方在經過查證後 將會主動撤銷罰單 關回差點上繳國庫的 600塊罰款 記者黃香鳳的雲杰 台中報導